就是讓人家請 你不能當一個負責的醫師 要讓人家請 對對對 所以開業的條件 從103年開始 台灣健保的條件 只要你是專醫師就可以 對對對 假如健保 台灣目前的診所有3200家 哇 目前最大的問題或關切是什麼 目前最大的問題是 台灣的醫療的型態 在95%甚至到97%都是診所 台灣的中醫的型態是診所 醫院或是在醫院裡面 或是副門的是少數 它是占3%而已 對 大部分都是在診所 大部分都是在大院 對 等於很多小企業 等於個體的小企業 個體的小企業就是做parties 就是做門診 但是 但是 的缺點就是說 它可能會在教學上面 沒有做教學的方式 沒有做研究的能力 當然不是說沒有啦 可是你們不是有規定要 continuous education 對對對 對對對 這個都有 這4年 都有 4年180這個小時 這個都有 這個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希望說 其實我們希望中醫不只是現況 我們應該告訴別人說 未來的中醫我們可以做到什麼樣的地方 比如說 未來有一天我們可以告訴你說 好 未來的第一期 我們可以治療 或是說 肝臟 肝臟化之前 我們可以治療 肝臟病 主事 150一下 中醫管反應負責 我們希望做到這樣的 對 不只是養生 對 中醫師 針灸師和 推拉師的製造不同 台灣 台灣 只有中醫師 沒有針灸師 也沒有推拉師 有沒有計畫要有這些事 那我們 本來以為中醫師 我們希望中醫師前天會說 他們一直在提望說 有輔助的人員嗎 那我們請他提 看看要怎樣 但是我想是不會的 我 很簡單的 神經外科的醫師 會不會要一個開道師 不會 因為這是他們的工作 一個醫師不可能 share 分開 分喔 好 我share 這邊給你 因為那以後會 越癢越大以後就沒有辦法 可是推拿師跟那個中醫師 並不那個 你推拿師的話 對 那我們就不叫 可能如果只是 對 要叫另外一個名字 就我們就不能叫這樣 因為這個工作是醫師的行為 那我們就不能 也許我們可以叫什麼 傳統整腹推拿 可以叫阿摩 可以這樣叫阿摩 但是 喔 傳統整腹推拿 你們這一次那個 certification裡面有嗎 跟名字就叫做 對 傳統整腹推拿 他 開宗名義就是 他不是醫療的行為 那如果 OK 也許我們台灣都叫執照 如果那個就叫做認證 認證 這個證照 證照 對 那個叫做證照 醫療好指 適合接受中醫或以西醫 這不一定 看每個人的 對 那我們會 大方會認為說 如果一個健康的人 他會認為說 我在這邊養生 會得到更多 因為西醫重的是治療 比較少養生這樣的觀念 對 比如說最簡單的 西醫都沒有 比如說我手腳冰人西醫 我手腳冰人 就手腳冰人會怎樣 對 那中醫可能說 可以直接溫補的東西 對 所以 如果是說 可接受的話 應該是比較大 前面你見好不好 你再打他 我覺得很好 好 我們會希望把台灣的人 如果台灣的綜藝師 像我 我不知道台灣有多少人 有美國的執照 對不對 那如果說有機會的話 也許有一天我 離開這個單位 好 可以關上 照就可以回去 好 你是有美國哪一週的執照 我是很 なので 我們